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九十五集 白师叔,这乃神人呢 哎呀,白师叔这是要在北岸攻敌这条不归路上 走到底的节奏啊 南岸中人一个个看向白小纯时 全部都露出敬佩之意 他们是法子肺腑的夫妻了 甚至不少人都在庆幸 如白小纯这样的祸害 好在不是北岸的人 否则的话,他们无法想象 这一次南岸会受到多么大的创伤 我们南岸出一个白师叔就可以了 他一个人就可以让整个北岸疯狂 徐宝才这一天已经多次傻眼了 可他此刻还是发现 这白小纯的强悍永远没有尽头 可不管如何 这天交战哪怕变了味儿 也还是要进行下去 就在这南岸敬佩 北岸疯狂时 第三轮的第四场开始了 上官天佑 鬼崖 以及白小纯三人都是连胜三场 这一次不需要他们上台 要进行的是总排名四五六的争夺 公孙兄妹与徐松之截 很快就在这站台上陆续的展开了对决 最终公孙云胜了公孙婉 又将徐松击败 已不需要继续鄙视 首先出局 列在了总排名的第四位 徐松尽管不如公孙云 但却与公孙婉一战中胜出 总算是胜了一场 一样出局 列在了总排名的第五位 至于公孙婉 无常宣布失败 暗淡之下成为了总排名的第六位 紧接着要进行的 就是这一次天交战的前三排例 白小纯上官天佑 鬼崖三人的排名 到底会是如何呢 南北两岸弟子纷纷的关注 只是 每次北岸众人看到白小纯 都会怒火中烧 对于鬼崖与上官天佑 他们的确认可 但白小纯这儿 他的无耻 他的卑鄙 一样的 也被北岸认可了 此刻所有北岸的希望 都放在了鬼崖那里 在他们看来 白小纯就算是在有什么阴谋手段 面对绝对的力量 也都将被催苦拉朽 第一站 白小纯 上官天佑 欧阳杰的声音似乎也因白小纯的出现失去了阴冷 带着一丝感慨 上官天佑猛的抬头 眼中有绿色一闪 当初资格赛时被白小纯超越的一幕浮现脑海 他的墓中露出灵芒 迈步走上站台 由山风吹来 掀起他的长发 使得这一刻的上官天佑 看起来俊朗非凡 如同一把宝剑 让无数弟子 墓中露出神采 不过 南岸众人 却不敢喝彩 毕竟白小纯也是南岸 况且白小纯的手段太多 他们担心喝彩的话 会被白小纯记住 一个个儿只能忍住了 反倒是北岸 此刻居然为上官天佑欢呼 这欢呼声 让上官天佑心里别扭 他知道 北岸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因为白小纯 才对自己发出欢呼 也就是说 就算与白小纯对战的是一头猪 北岸也会为这头猪喝彩 这么一想 上官天佑心底对白小纯更为的不悦 白小纯干咳一声 走上了站台 看着上官天佑 他小袖一甩 一脸笑容 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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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 他还没等说完 上官天佑目中寒芒炸出 右手抬起一指 立刻 他的身边一把飞戒 发出尖锐的破空之声 瞬间飞出 如一道闪电 哄的一声 直接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 一路势如破竹 速度之快 刹那 距离白小纯不到七尺 白小纯 双目瞬间收缩 危机关头 身体猛的下蹲 一道剑锋 从他头顶呼啸而过 甚至有一缕头发都被斩断 从白小纯的面前飘落 修饰斗法 只争朝夕 这一戒 你就算不躲 也不会要你的性命 你性格顽利 缺少教养 既然你的爹娘没给你教养 那么 我来给你一个教训 以后要记住这一点 别用那些歪门邪道 丢我们南岸的脸 上官天佑开口时 他的飞剑刹那归来 漂浮在他的面前 北岸 看到这情况 安静了一下 瞬间就欢呼了起来 只是南岸这边 却一个个都沉默了 看向上官天佑时 都露出不满 即便是之前 再追捧上官天佑的 也都皱起了眉头 他们对白小春 没有厌恶感 白小春在他们看来 虽晚礼 可却不过分 虽让人无奈 可却会从心底 产生喜爱 哪怕是北岸 对他恨之入骨 可对南岸而来 白小春是代表 南岸出战的 他的一切 都是南岸的荣耀 甚至每个人都看出了 方才 白小春的开口 分明是想认输 显然 是不愿于上官天佑 自相残杀 而且还有一重含义 是想要 让上官天佑 节省灵力 为鬼崖之战 争取最大的赢面 上官天佑 不可能听不出来 可居然还要出手 且近乎是偷袭的方式 甚至还出口教训 如其爹娘 这种行为 让南岸很多人 心里是不齿 白小春蹲着身子 睁睁地看着 面前飘落的头发 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抬起头时 他望着上官天佑 对方教训的话语 还在耳边回答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你是天骄 看不起我 没有关系 我本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白小春 沉申开口 这一刻 他身上似乎与平常 不太一样了 你偷袭我 也就罢了 我修行是为长生 本就不喜欢打打杀杀 白小春右手抬起 一把扯下身上那些暗淡的符肘 扔在了一旁 他的身上 在这一术 隐隐的有一丝铁血之意 竟逐渐的升起 南岸人群内 侯云飞双目一鸣 身体控制不住的振动 他望着这一刻的白小春 那种当年在 洛尘家族时熟悉的感觉 出现了 可你有什么资格 带我的爹娘 叫醒我 白小春猛的抬头 他的眼中露出血丝 他的爹娘走得早 这对他影响很大 甚至 他之所以想要长生 也都与此 有很大的联系 他的性格乐观 那是他从小刻意摆出的 他如果不乐观 一个幼小的孩童 亲眼看到爹娘病逝而去 在房间里 与爹娘的尸体 居住了数日 他不愿相信 他哭喊着爹爹娘亲 直指尸体发臭 直指被乡亲们埋葬 他待了很久很久 甚至有一段时间 他喜欢自己和自己说话 这样的孩子 长大之后 这一生都会阴暗 他一笑带铁哭 将思念化作对长生的信念 他永远记得爹娘临死前 带着不舍 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话语 他晚里 可他有分寸 很多事情他不是故意的 他的心底始终善良 他怕死 甚至给人懦弱的感觉 可在面临同伴危机时 情意战胜的死亡 他可以怒吼着 颤抖着 回头去拼死一战 他搞怪 可他重情 张大胖 李清侯侯云飞 杜灵飞 侯小妹 掌门 所有对他好的人 他一辈子都记得 你有什么资格 白小春身体轰的一声 直接冲出 速度之快 刹那节就出现在了上官天佑的面前 上官天佑 双眼猛的一缩 全身汗毛竖起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白小春的拳头 带着银色的光芒 一拳落下 哄的一声 上官天佑身上的防护之光出现 可这些防护之光 根本就无法阻挡丝毫 瞬间崩溃 白小春的拳头 视如破竹 直接落在了上官天佑面前 急速的出现了一面小盾上 哄的一声 这小端颤抖 竟被白小春一拳直接打飞 撞在了上官天佑的胸口 上官天佑喷出鲜血 身体被大力推动 登登登的 退后了十多步 鲜血再次喷出 神色内露出了无法置信 哼 这就是天骄 白小春淡淡开口 这一刻他没有抬起下巴 没有摆出高手寂寞的样子 可偏偏 这一刻的他给所有人的感觉 都是如骄羊一样 南岸传来无数的稀奇声 北岸 全部震撼 鬼崖的眼中爆出精芒 楼台上的掌门等人 全部神色变化 神色凝重 白小春 上官天佑 感受到了羞辱 他怒吼了一声 双手掐绝石 身体外瞬间出现了五把飞剑 这五把飞剑 每一个都散出惊人的剑气 在上官天佑的剑灵之体操控下 直奔白小春呼啸而去 速度之快 惊天动地 仿佛化作了五条 足有半杖粗细 十多杖长短的剑龙 有的横冲直撞 有的跃出弧形 轰鸣而去 甚至战台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这样的气势 一剑可以斩杀寻常弟子 两剑可以灭去其他骄子 如公孙云这样的天骄 也在三剑下认输 而此刻五剑出现 一时之间整个战台 剑气纵横 我不懂剑法 没有剑灵之体 可在我看来 剑不是这么用的 白小春平静开口 右手抬起一指 立刻金屋剑化作一道金光 瞬间飞出 在他的面前 向着前方斩下了一剑 任你三剑还是五剑 我只一剑 这一剑斩下 传出滔天巨响 形成了一道剑气风暴 这一剑斩下 拥有举重弱轻 又蕴含了举轻弱重 这一剑斩下 白小春体内灵力 精确的没有半点浪费的挥法 他的确不懂用剑 可他懂紫气玉鼎 懂举重弱轻 懂得举轻弱重 懂得一片叶子掉不起太重的木块 可是若把叶子卷在一起 可以掉起石块 把叶子撕成一条条编在一起 可以掉起更大的岩石 他懂得是灵力的运用之法 一法通不说万法通 但在宁气中配合他的不死银皮 已是无敌 针耳欲聋的声响 撼动八方 站台无数碎师飞舞师 白小春斩下的一剑形成的风暴 在与上官天佑的五道剑龙碰触时 直接爆发 那五道剑龙全部扭曲 碰碰声中直接碎裂 全部爆开 而白小春的一剑风暴 却哼冲直撞 在上官天佑面前 直接爆发 凤掀起白小春的长发 他站在站台上 身色瓶颈 没有背着手 没有小袖一甩 可这瓶颈 在那剑气风暴的衬托下 成为了一幕 永恒的画面 深深的烙印在了南北两岸 所有弟子的心中 他 他真的是 白小春 这一刻 每个人的心头 都轰然的震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谢谢 请订阅